彰化縣副縣長林田副清零少年投家節訓典禮頒發解業證書給46名的學員 鼓勵年輕經理人持續學習承擔責任 帶領企業再創高峰 課程裡面大學大學很用心的幫我們安排 讓大家接觸到ESG環境永續 目前數位轉型 GDP AI相關這一切之外 我們縣府也在產業環境不斷的努力 希望能夠改善提升 譬如說我們現在不管是大鐵塑園區的開發也好 水五金產業園區的開發也好 還有二林精密機械園區的開發也好 我們希望政府能做的部分提早 為我們產業把這個環境固建起來 那我在這邊也跟各位報告 特別在ESG的一個企業永續方面 我們學校有很優秀的團隊 那現在也跟彰化現證我們一起在合作 那各位同學如果說在這個課程當中還不滿足的地方 歡迎您再回到學校來 我們有特殊的課程加入我們的一個團隊 在數倍轉型還有創新商業模式的呢 我們學校有很優秀的那個管理學院 我們光院長你們也上過課也是你們的一個老師 將來有機會的話在這方面的問題歡迎你們回來 我們的管理學院在這方面可以再進一步的一個進修來更進一步來 就是說學習增加你們的一個企業的一個戰鬥力 副校長葉詩人是頒發三學分碩士學分證明書給完成課程的學院 今年的少年投家養成學院特別針對數位轉型ESG永續創新商模規劃課程 透過少年投家的平台建立起新的連結發揮團隊的力量 互相支援開創國際競爭力 大家上了這麼多的課 那其實剛剛我們在跟兩位學長在座談的過程當中 其實兩位學長透露非常重要的一個訊息 就是今天這個公司的未來 你的公司的未來 決定在誰 決定在你們各位的身上 你們的格局 你們的視野 還有你們的精神 毅力 決定了你們這個公司的未來 這是我第三次參加少年投家的課程 這一次的課程非常的特別 因為這次參加的同學都基本上比較年輕 然後也很多是已經 他已經在他的夢想的路上了 對他可能很多人他已經在實踐過程中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現在很需要去認識這些人的原因 非常開心以及榮幸可以參加少年投家第二次的這個培訓 那這個組織的好處就是企業的產銷人發財資物流 這些東西都會上到 除了還有把這些這七個元素更加進去 比起現在大家更重視的ESG全球的議題 把它讓我們這些中小企業組的第二代 可以讓我們受到更多的知識跟相關 以及累積更多的人脈 學員表示感謝大大學精心安排的課程 不只是在理論食物監獄的課程裡學習專業 跟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一起勾勒了宏圖大展的願景 未來希望可以透過異業結盟來創新 少年投家 讚